欢迎收看今天文倩的世界周报 在报道这一次的平常冬季奥运 也促成了本来的朝鲜半岛危机 因此有了似乎一点点缓和的迹象 而且相关的细节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个纽约时报的独家消息 纽约时报的独家消息是中国大陆的反腐 在去年十九大的时候 其实进入了另外一个高峰 最近消息才泄露出来 一名非常著名的在中国大陆的商人 他的名字叫段伟红 我们外界的人并不认识他 但是在2012年 纽约时报当时披露 当时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文家宝 他的亲戚跟相关的家属人员 总共掌控了超过170亿人民币的资产 差不多是27亿美元资产 那么整个主要操控这个公司的人头 还有操盘者就是段伟红 而49岁的段伟红 在去年十九大习近平反腐 行动之下在十九大之前被逮捕 而消息直到最近正式曝光 由纽约时报独家报道 中共十九大期间 敌力奋进了五年成就展上 第十展区的全面从严制党 高挂着正国籍的周永康 及包括薄熙来在内的五名副国籍 贪腐高官照片 成了当局反贪成就的展示品 而随着习近平第二个五年任期展开 反腐力道又增了解 很多人都在猜 谁会成为习近平下一个战利品 纽约时报在星期三报道了 曾经因为与前中国总理温家宝家族 涉嫌非法恋财有关的一名女商人 在几个月前被中国当局拘捕 段伟红是北京神秘女扶商 公开资料显示 除了他创办的太宏公司 还是20多家企业的法人代表或重要股东 这些公司的股权结构都相当复杂 这并非纽约时报首次 针对温家宝家族贪腐的报道 早在2012年10月 中共十八大招牌前 就大篇幅 披露温氏家族 拥有27亿美元的资产 报道中就已经出现 段伟红的名字 2012年段伟红还接受过 纽约时报的采访 承认与温家宝的妻子和家属 关系密切 用他们的名字 注册了公司 把他们当成代持的持股人 纽约时报在2012年的报道中说 温家宝在1999年担任副总理期间 曾经协助中国保险业龙头 平安保险度过财务危机 不久 温的家人就透过段伟红的太红公司 渐渐持有平安保险的股票 而这还只是温氏家族的丑闻之一 报道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大通 曾经秘密地雇佣前中国总理 温家宝的女儿温如春 以她作为中介在中国市场牟利 这是继去年披露温家宝家族 拥有27亿美元资产之后 纽约时报再度曝光温家宝家族的内幕 实际上温家在这方面 已经有很多类似的问题 包括温家宝的母亲当人头 拿了大量的平安保险的股票 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 也介入过类似的问题 还加上温家宝的夫人张培丽 那也是从一个地址部的小工会职员 然后通过温家宝当部长的关系 一下子安排到地址博物馆 从那开始起家 从事中国的宝石行业 而温家宝是北京地址学院同窗 张培丽对宝石是爱不释手 曾在台湾珠宝商 与北京的展览上出手几百万 买了两件翡翠 总理夫人出门的这东西 都是非常高级的 他手上带的最少都一个 有200万人民币以上的 不是100万人台币的 200万人 200万以上的非常好的东西 张培丽向来低调 但2007年国际时尚品牌 破天荒在长城办了一场 秀 张培丽成了座上家庭 这才让中天捕捉到独家身影 也成了话题 温家宝一件棉袄穿了十年 被大陆当成头条形 却与他夫人的形象相当为何 随着经济的发展 又产生了分配不公 诚信缺失 贪污腐败的问题 纽约时报的爆料 让温家宝挽急不报 2003年的两会后 虽然躲退安祖侠 但家族贪腐仪 原券一路终结 形象破灭 还被人冠上印第神号 尽管大陆官方一度帮 这位前总理博士所有报道 五年后 有时再报段伟红被捕 虽然也指向可能 与去年因贪腐落马的 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一关 但孙政才正是温家宝 一手拉拔银声 还一度成为出军接班人 纵使北京官方 从未证实这些传闻 但媒体陆续揭露 这千丝万语 错终复杂的关系 最终全都指向这位影帝 1988年对韩国人来讲 是难以忘怀的一年 那一年韩国人举办了 第一次他们的奥运会 而事隔这么多年之后 再次举办了平昌冬奥 可是这次的平昌冬奥 他的气氛是在朝鲜半岛 核子武器的威胁之下 也就是随时可能会有战争爆发 因此平昌冬奥 就成了信任的文在寅总统 非常重要的一个 打和平牌的最重要机会 在开幕仪式的时刻 先是由无人机组成了和平歌 也就是所有这次平昌冬奥 最大的特征就是和平 他不是在促进其他的态度 就是和平 另外呢 北韩的金正恩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在这一次也派出了代表团 代表团之外还派出了他的妹妹 他的妹妹当然不是向金正恩 掌握全部的权利 但是在名义上是国家非常高的领导人 这也是韩战之后 第一次位阶这么高的北韩的领导人 访问了南韩 但是他不是过时访问 而是以参加平昌冬奥的特使身份出席 所以做了相当多巧妙的外交安排 那原来有一场晚宴 据说报道是由文在寅总统作东 参加的人包括美国副总统彭斯 还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另外就是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 不过金宇正后来没有出席 没有出席之后 反而是赶在星期六2月10号的中午 单独的由金宇正和文在寅两个人 五宴聚餐 那么在五宴聚餐里头 有非常重大的发展 我们待会为大家继续介绍 那么在介绍之前 回来看这场平昌冬奥 在平昌冬奥的时候 双方用了非常巧妙的外交动作 包括把金宇正的座位 安排在文在寅的后面 那么就很自然站起来握手 几个敌国几乎都坐在一块 就希望能够促进和平 在这场平昌冬奥 对韩国人来说 他们除了是国家的骄傲 也希望能够促成 南北韩之间的一个和解 当然双方代表团 共同持会期 是各国际媒体报道的焦点 不过这个在过去几次 重要的奥运会冬奥里头 金大冬的时代 陆武炫的时代 都曾经发生过 但是位阶高道 说由金正恩的妹妹 来参加变成特使 这是韩战以来的第一次 92个国家 2920名选手 将在17天的激战里 争夺102块奖牌的荣耀 但是平常冬奥里 很吸引眼球的不只是比赛 还有睽違12年南北韩运动员 再次持同一期 共同入场的历史画面 另一个亮点就是在开幕式中 坐在文在寅夫妇背后的这名女子 她就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委员长 最疼爱的妹妹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第一副部长金宇正 这一次也成为 北韩副东奥高官团的议员 In another historic moment South Korean President Moon Jae-in greeted her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Before she sat near US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The two didn't appear to exchange greetings 年约30的金宇正 在2016年5月的党代会上 就诊中央委员 2017年10月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 是金正恩最疼爱的妹妹 或少来金正恩亲笔姓 A step towards reconciliation 这次北韩东奥高官团团长 是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委员长金永南 南韩表示会对金永南提供元首级别的礼宾待遇 为了南韩首次举办的冬奥北韩诚意十足 这是素有美女军团支撑的北韩拉拉队 时隔12年半再次访问韩国 欢迎订问我来到这里 欢迎订问我来到这里 请请请请请请请 我请请请请请请 隔天北韩选手正式进驻选手尊 请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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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她们都是北韩精英阶层的子女 以荣耗和对朝鲜劳动党的忠诚度 惯例挑一人 北朝鲜的冬奏 在北朝鲜的冬奏 不过和2005年相比 北韩的军事威胁已不可统治 为了重新营造和谐气氛 北韩发动一连串微笑故事 除了派出拉拉队和金正恩包妹金与正 再来就是金正恩飞闻女友 玄宋岳率领的三尺渊婉旋乐团 一行140多人的三尺渊婉旋乐团 8号在江陵艺术中心 带来完美演出 南和北的全新营诚歌词 反갑습니다부터 모란봉악단 소속 전자학기 4중주단의 현란한 연주 이선희의 제2에게까지 북한艺术团队 북한艺术团队은 남북의 가요와 클래식까지 장르를 넘나들며 화려하고 다양한 곡들을 1시간 30분 넘게 선보였습니다 강릉 공연 관객은 총 812명으로 정부 추청 인사가 252명 560명은 추첨으로 선발된 일반 시민들이었습니다 객석에선 박수와 환호성이 끊이지 않았습니다 우리의 소원은 통일 다시 만납시다 를 부를 땐 관객과 예술단이 하나가 됐습니다 北韓艺术团的演出 將緩解半島緊張局勢 起到激起作用 也帶來和平的希望 當然這個和平 也是要付出感想的 반갑습니다 반갑습니다 우리는 하나입니다 우리는 하나다 南韓統一部8号宣布 为了接待北韓代表團 付平昌冬奥 將由南北协力基金會 提拨29億韓還 約8500萬台幣的支出 包括北韓艺术團 拉拉隊 北韓跆拳道示範團 在南韓花費的補助金 此外 南韓統一部也承認 北韓請求南韓替艺术團 成員乘坐的萬景峰92號客船 提供燃料 不過之後 北韓取消了希望公有的請求 韓国は独自の制裁で北朝鮮船舶 の入港を禁じています きっかけとなったのは 韓国の商海艦が沈没し 兵士46人が死亡した事件です 韓国政府は北朝鮮の魚雷が原因だったと 結論付けていました 今回の萬景峰92号は 例外措置として認めています 制裁措置が骨抜きにされると 批判の声も出ています 周辺ではそれを歓迎する人々が集まりました その一方 反対派の人たちも殺到し 海上周辺は一時激しい揉み合いとなりました 文在寅說 希望鳳雄を記憶和平 從平昌東奥這一天開始 但南韓国内保守派 與改革派的對立 卻反而加深了 韓国内保守派 海上周辺は 海上周辺の大光 岩東奥一頓 海上周辺の 作为阳光政策的继承人 什么叫阳光政策 就是金大中时代开始主张的 要跟平壤对话 称之为叫外交上的阳光政策 在李明博跟普景会的时代 阳光政策停止了 而文在寅作为一个和卢武炫早期的战友 也是继承金大中阳光政策的国家领导者 他的阳光政策 他的尺度哪在哪里 他完全的只顾和北韩进行谈判 而不顾他和美国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吗 文在寅在某一个时间 也对美国做出了一定的保证 而且告诉美国 支持他对北韩 只要继续进行和子试射的话 进行最严厉的经济制裁 而受瞩目的是在2月10号 星期六的中午 文在寅和金正恩的妹妹 两个人举行了午宴 这场午宴里头金宇正有备而来 他掏出了一封 据说是金正恩的亲笔信 这个亲笔信在外交里头所代表的意涵 如果他不是用打字 代表一种很高度的诚意 告诉文在寅 请您访问平壤 而文在寅相当了解分界在什么地方 韩国人希望看到和平 但是并不希望这是一个造进的 没有过多的一个环旋余地的一种 所谓的双方和平 因为金正恩这个人是不断的 今天可以弹劾 明天可以直接的盒子发射试射 所以文在寅就很聪明的告诉他说 希望美国和朝鲜先进行谈判 在美国同意的空间之下 他可以访问平壤 平昌冬奥的举办 让紧绷一年的半岛局势 缓游了下来 而美国副总统潘思 与北韩劳动党二号人物金永然的出席 也让外界对美朝直接对话 充满期待 但这样的氛围 或许早已不复存在 潘思起程前过境阿拉斯加 光选在F35战机前受访 就显得很富友善 他还视察了当地的反倒基地 毕竟这里也在 在北韩导弹的射程范围 要不要见金永然 盘思没把话说起 但也强调就算见了面 要说的也只有一件事 北韩得放弃核武 华盛顿邮报还引述潘思的话说 美国希望南韩对北韩 这股冬奥热情 在盛火熄灭时 也就可以结束了 而潘思此趟东亚行的行程安排 更透露着敌对意识 他先到了日本访问防卫手 视察爱国者三行反倒阵地 更前往恒田基地 同样在两架F35战机前发表演说 要驻日美军随时应战 北朝鲜の微笑み外交 潘施在与安倍的会晤后发表日美共同宣言 重申对北韩实施最严苛的指寒 亲临东亚一线维持对北韩的高压态势 成了潘施此行最大的一例 而平壤方面也有所回应 过去为纪念金日成在1935年4月25号 建立抗日游击队设立建军节庆祝 但北韩稍早宣布 要把1948年2月8号 人民军发展正规革命武装的日子 定为建军节并准备阅兵 而这一天是平昌冬奥开幕的前一天 以当前南北韩的热络 这场阅兵势必破坏这样的氛围 但面对美国的施压 更要破解外界对北韩参与冬奥 等于愿意坐上契合谈判桌的午节 金正恩这场阅兵显得有其必要 然而比起去年425阅兵是 28阅兵规模小了许多 没有邀请国际媒体参与 而是官方在事后才统一公布画面 缩小的宣传力道 降低对当前半岛缓和局势的伤害 也让金正恩由管道表态 越边市虽然缩小的规模 却是精锐建筑 所有去年试射的新式导弹 全部登场 除了屡带式的北极星二行 两次飞越日本上空的火星十二 也没缺席 此外 针对太平洋美军基地的火星十四 及去年11月29号试射 能覆盖全美的火星十五 一一两下 而从金正恩的谈话 到本次阅兵上的展示来看 北韩要强调的是导弹已进入实战部署 忙于冬奥的南韩也算是迎人合制 对这场阅兵并没有太多的回应 当晚冬奥晚宴上 文在寅还笑脸迎接 北韩代表团团长金永龙 而美方以下大指示 避免和北韩代表团一起现身强碰 潘石礼貌性的到晚宴现场致意 停留五分钟后就离开 连与金永南共同入境的大合照也没拍 让外界期待两人首次见面的机会破局 而90岁的金永南也算是老计不利 但邪命出使南韩却身处回忆时局 会上除了与大陆代表团团长韩正寒暄 鲜少与其他国家互动 而美韩对朝政策的不同调 似乎更公开的台面化 让我确认你和南韩国人 美国的美国会继续站肩肩肩肩 在我们的努力带到最高的压力 在南韩国上带到最高的压力 直到那时来 他们终于终于 毫无核化 避免了他们的核兵兵兵的目标 无核化虽然是共同的目标 但美韩策略有所不同 潘氏在与文在寅的会谈上 委婉地要求南韩持续对朝施压 但文在寅强调的却是对话 美国始终认为朝鲜对于韩国态度的改变 是一种策略性的改变 北韩在这次冬奥的魅力公式 确实分化了美韩的半岛政策 但文在寅也企图协调这样的察局 冬奥开幕后隔天 文在寅会见金永南一席 金宇正并递交了金正恩的亲笔信 心中邀请文在寅访问平安 但文在寅没有马上答应 恢复北韩需要和美国展开对话 为两韩第三次的高峰会 创造条件 南韩 两个从过去的经验看 南北韩曾九次共同参与国际运动赛事 也都以此缓和了半岛的局势 但结果都是好景不长 文在寅想延续与北韩在冬奥上的协商气氛 除了要看金正恩的态度 还要顶住美国的压力 这当三星电子 第一个超越了Intel 第二个呢 它在未来各种iPhone的生产链里头 似乎越来越占上风的时刻 他的少主也是实际的掌门人李戴荣 在普警会的事件里头 最终被压在监牢里面 压在监牢里面的时间长达353天 也就是只差12天 他就整整关了一年 在二审的时候 本来一审他被判刑是五年 二审的时候 法官将他的刑期改成两年半 然后可以缓刑四年 也就是当庭释放 法官改变 在高等法院改变的主要法律上头的理由是 这个基本上是普警会的清瓦台办公室 透过他的闺蜜催顺时 要求财阀捐钱 从总统在韩国所拥有的权利 这些财阀捐款某程度 他们很难对总统say no 不能说不 所以他是被迫贿赂 他并不是主动贿赂 韩国的民众长期非常痛恨 韩国的政商关系 基本上韩国是除了日本之外 整个东亚民主里头 做了比台湾早一步的国家 那么韩国的企业的影响力 当然也超过台湾 不过台湾财团政治的问题 也跟韩国差不了多少 总统和财团之间的关系 剪不断 利益还乱 甚至一个财团要能够屹立不摇 最重要的就是靠政府跟国家 对他的支持 这是韩国的政商关系 而这样绵密的财阀关系 是韩国人认为 整个韩国的政治要改革 非常重要的一步 因此对于李在荣被释放 他们相当的愤怒 但是这个愤怒 本身对法官来说 法院的解释就是 你可以愤怒 可是韩国将来的改革 是一条漫漫长路 但就李在荣这个案子而言 是我们的总统 普景慧前总统 他本身的办公室 跟他个人还有他的闺蜜 基本上利用了总统的职权 逼迫财团要交钱 而整个韩国的状况 由于政府控制太多经济的资源 因此财阀很难对总统 很难对他说不 某个程度李在荣的案子 可能不只是三星电子的案子 他当然也暴露出了 除了像美国这种国家 像欧洲的国家 他们有能力告诉总统说 我不要 大概东亚这些国家 亚洲的国家 你这个企业 如果总统透过一些关系 来跟你要钱 你跟总统说 我不要给你 你大概就准备 将来有后面很多的后果 所以韩国所呈现出来的问题 一方面民众要求 对财阀政治进行改革 但另外一个部分也呈现出来 总统权力过大 而这些东亚的民主政治 从来没有真正走上正常的轨道 이재용三星电子副会长 里在容 重播 从秋行十二年到一审判五年 二审减半胜两年六个月 且还行自你 当地释放 李在容笑了 老百姓 努力 秦布承扬市民团队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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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的方法 我會在法律的方法 我會在法律的方法 不想法 不想法 2016年10月前南韓總統普警惠 爆出了閨蜜干政醜聞 也揭開了南韓政商勾結的仇事 三星被控向普警惠密友 崔順時掌控的基金會 提供總額超過433億韓緩的捐款 以換取政府支持三星集團 於2015年合併三星物產與第一毛支的方案 這項合併案 讓李在榮取得了更多股份 鞏固了他的接班地位 同年三星更以培養馬術選手的名義 購買數十億韓款的民居 給崔順時的女兒鄭友拉 2017年2月17日 李在榮成為三星集團成立79年來 首位遭收押的掌權者 罪名包括賄賂、挪用公盤等 遭檢方求處12年徒刑 最終一審法官認定李在榮行賄 及非法轉移資產等五項罪名成立 判處有期徒刑五年 李在榮不服提起上訴 結果大出意外 一審法官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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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迫於普警會與崔順時的壓力 被動行賄 因而請期 從一審的五年變成兩年六個月 符合三年以下徒刑得以緩刑的資格 完全應驗了南韓的慣例 所謂裁罰犯罪三五法 即判刑三年緩刑五年 最後特赦不用乖 正如李在榮的父親李建希 也曾因逃稅判刑三年可緩刑 後來與2009年獲當時總統李宁國特赦 如今控制雙方都說要上訴至最高法院 差別在三審定宴之前 李副會長已經不用蹲在苦勞裡等待結果了 南韓政治人物與財法之間 這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存在已久 蒲警惠的父親蒲正希 在1961年發動政變上台後 締造了漢江奇蹟 而在奇蹟的另一面是政府扶持財法的模式 這讓韓國企業在短短20年內 走完了由家庭作坊到大規模家族企業 再到壟斷企業的過程 過去一年 機關李在榮被關在獄中 不過仍然能夠透過律師 與外界聯繫 參與三星集團決策 三星也早已經 將2016年 Note7的爆炸硬霾甩在腦後 在2017年 Samsung的財產 超過了41% Samsung Electronics 提供了一年 69億元的財產 比賽 比賽 其中一年 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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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李在榮祖父李秉哲 於1938年 所創立的三星 將在今年 堂堂 賣入80周年 在喜迎少主獲釋的同時 又遭到新一波打擊 正在住院的會長李倩熙 涉嫌逃稅750萬美元 並且冒用他人銀行帳戶 藏匿超過3.5億美元的資金 將遭檢方以逃稅罪名起訴 我們將會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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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來 每一任總統都說 要整頓韓國財法 與政府的利益糾葛 剛上任的文在寅也是如此 然而話說起來容易 要做到 很累 Korea's new president Moon Jae-in has campaigned on an anti-corruption message This U-turn in the verdict and the punishment for Lee Jae-yong raises questions about how the political and business elite will be held to account 雖然中國的經濟已經進行了滿大的轉型 但是主要的經濟還是進入在北上廣深圳或是杭州 那麼大家還是要回家過年 這是中國人的傳統習慣 所以今年的春運已經開始 這稱之為地表上最大的遷徙 差別是經由經濟的轉型 整個過去的大量的農民工人數減少 再來是交通建設改變 今年的春運又碰到了2008年上一次非常悲慘的春運 很類似的狀況就是極寒的天氣 那一次我們看到廣州車站如煉獄 80萬人100萬人要等回家一張票 都無法等到 因為整個所有的鐵路都中斷了 而今年經過10年之後 中國大陸的高鐵還有技術建設的改變 以及摩托車大隊的減少 雖然仍然相同的大雪 相同的春寒廖 回家的路仍然如此的困難 但是最終並沒有爆發像2008年相同的悲劇 地表最大千禧活動 一年一度的大陸春運又開始了 為期40天的春運旅客發送量 預估將達29億8千萬人次 而隨著大陸鐵路運輸能力提升 往年順勢浩大的摩托車大軍 今年人數下降了三成 我從13年開始騎摩托車 那個時候馬路上都是天軍馬馬一樣 你追我趕那種感覺 就是現在這幾年嘛 就是一年比一年少了 交通又發達了嘛 現在買私家車的人又多了嘛 我希望我明年能坐我爸爸開的小汽車回家 不用坐摩托車那麼辛苦 動輒幾百公里的返鄉路上 若是晴空萬里那還算幸運 偏偏進入2018年以來 多地都遭遇了低溫及寒天氣 讓許多人的歸途雪上加霜 走啦 走啦 這邊 不要停了 不要停了 走 不要停了 前面接邊一定封了 走老路 走老路 連日氣溫都在零度以下 又碰上雨加雪天氣 導致雲南境內多條高速公路 路面結冰 意外頻傳 2月5號清晨6點 位於昆明市區西側的昆楚高速 就發生了14起交通事故 共有53輛車相撞 現場慘烈凌亂 還因此造成了4人死亡 在現場的話 只留下了4灘的血跡 從我們現在鏡頭可以看到 4灘明顯的血跡在地上 那麼從這個位置到距離橋面的這個位 這個距離我們目測大概有20多米 那麼我們了解當時4個人 就是從這個附近的位置 從橋上遮了下來 幾個人掉下去的時候 我說後面聽他們說 可能在跑吧 讓車了嗎 躲在那邊了嗎 躲了那個地方有動不知道 就可以掉下去了吧 聽說他們從那個 別人站在上面嘛 就是後面車 他們可能是擔心車撞到自己 然後站在上面太滑了 掉下去了 此外 在昆舉高速也因道路失滑 全線封閉 進切輛車滯留原地等待放行 就是像早點 早點 同學整天那個時間 那我這也才能翻 能不能暈 你們是昨天就在暈的嗎 昨晚你怎麼知道 昨晚我們昨晚就通了 就是應該說從08年以來 就是持續時間最長 溫度下降最快 溫度最低的一次 那這個我們寶通 帶來最大的難度是誰 這個我們寶通 帶來最大的難度 就是產鮮或除冰 夜裡面有時候 最多的時候 連洗波紗三次以上的溶血機 有人受困長達18-19個小時 飢寒難耐 只好在路邊生活取暖 除了雲南 貴州跟山東也遭遇寒潮 同樣 護昆高速雲南段 也因道路凝動 於4號碗實施交通管制 上千輛車滞留在貴州六盤水晶內 貴州盛禁關收費站等待 進入雲南的車輛 排起了長龍 最多時 綿延超過20公里 連日來 從貴州前往雲南的車輛 每天都有三四百輛滞留在貴州六盤水晶內 而同樣採取封閉的今天 除了在新疆之外 那在山東 貴州 雲南和新疆四個省 一共是有16條高速的22個路段 都是採取了封閉的措施 而同時除了受到溫度低的影響 受到大霧的影響 像在天津 河北 以及四川和山東境內 也採取了部分封閉路段的一個措施 不過預計到了今天中午 就會逐步的恢復正常的通行 大雪阻斷歸項路 這不由得令人想起2008年的那場雪災 不同的是 那年的暴雪壓垮了南方電網的書店塔 南北交通兩大動脈之一的金光鐵路 因此不斷 造成了大批旅客滯留在廣州車站 而今年的雪雖然下了 但基礎交通設施並未遭遇重創 各地方政府也積極應對道路解冰狀況 公路一度封閉 卻爭取迅速恢復通車 這都是從10年前的那場雪災 汲取到的教訓 一張小小的車票 承載著異鄉遊子的鄉愁 背負著與家人團圓的渴望 流動的中國代表了對傳統的堅守 以及跟家人那份新手相連的愛 菲律賓的總統多特體少讀 广受民众的欢迎 但是也深受国际人权组织 对他的批评 国际特势组织一撞 把他告上了国际法庭 而国际法庭的看法 基本上目前为止 是接受了这个案件 也就是受理这个案件 但是第一个步骤叫做预审 那么杜特迪 我男子还大丈夫 我就到你法庭上接受预审 因为预守真接受审判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 他认为西方这些人 根本搞不清楚 菲律宾的状况 而这就是杜特迪 送给菲律宾海关的驻售大礼 20部高档名车 从宾市到B&W 总值120万美金的驻售好礼 不是杜特迪送来给海关抽奖的 而是要用推土机 全部捏成废铁 因为这些车都是走私车 短短短短三分钟 豪车全程沉了破铜烂铁 采取如此激烈的手段 因為以往菲律賓打擊走勢的方式 全部都失敗了 我們不能賣 我們必須賣賣 當你賣賣賣 有一個好機會 那些人會賣賣賣賣 會在賣賣 所以它只會敗敗的目標 2017年 菲律賓海關查購高達 8.66億美元的走勢貨 其中汽車就佔了293萬 以鐵腕掃毒著稱的杜特地 利用慶祝菲律賓海關 成立116週年的機會 舉行銷毀活動 就是要向汽車走私犯宣戰 禁告這些投機分子 一分稅也休想逃 這還只是第一波 剩下未消費的走私車 等到合法文件備齊後 也等著變成飛機 不怕走私客 不怕毒販 都在地連國際刑事法庭也沒在怕 無論誰開口都阻擋不了 獨特地掃毒的決心 我的抗議對抗毒 不會停止 直到最後的抗議 最後的抗議 都會 為了收看今天文件事業周報 第二小時我們為大家特別做出的 專題報道 文件事業周報在大概幾個禮拜之前 我們開始變成禮拜六 是兩個小時的報道 第二小時原來的中文天夢想驛站 我們把它改成專題式的 因為我們不只要了解國際新聞 我們必須深入的了解一件事 它可能叫能源 它很可能叫全球暖化 它很可能叫經濟 它很可能叫人工智慧 它很可能叫做你我所害怕的地震 而今天文件事業周報 要為大家製作的專題就是地震 花林的地震 振興了我們所有的人 對地震必須要重視 而全世界對地震研究最深刻的 就是日本 日本每一年在1月1號的時候 都會向全國民眾正式的公布 他們預測幾個大地震 哪裡可能會發生 它機率會多少 整個太平洋環火帶在最近的活躍 成了世界矚目的焦點 也成了全世界最重視地震的國家 也等於是時時都受地震威脅的國家 日本最重視的一件大事 也把他們可能面臨的大地震 高達可能也是規模8到9 機率70%提高到80% 這次是CNN的 就像原本卡住的地方被解鎖 上端的板塊也跟著一起送了 台灣地震專家如此解釋 近期發生在東台灣花蓮的一連串強震 這裡原本就是板塊正面衝擊的地方 能量累積相當快 米輪這個活動斷層又相對年輕 再加上台灣過去每年 平均會發生上百起有感地震 去年2017卻只有60起 約末一半 粗估至少還有14.3顆原子彈的能量 等待釋放 不少人憂心 這恐將是一連串地殼活躍變動的序曲 因為根據美國地震學會 去年11月初所發表 近5年全球地震危險預測報告 2018年全球大地震因會更頻繁 天釀成巨大傷害的強震 也將從過去每年15次提升為20到30次 其中又一熱帶地區的地震數量變化最為顯著 這源自於地球自然速度減緩 不過更多學者則將矛口指向我們剛過了一個異常平靜的201集 整齊近250年的坎巴利內火山 2017年3月24號晚間突然噴發 地點就位在俄羅斯遠東地區 看茶家半島這個敏感的火山帶 由於前此噴發1769年 距今已相隔近250年 且此次噴出的火山灰動輒8公里 並在半島東岸白令海外海 引發瑞士規模6.6的有感地震 學界原先看好 會引發一系列連鎖效應 那地球它是一個一直在現在還活動的一個星球 就是這個在整太陽系裡面唯一的啦 火星啊或月球啊其他星球來講 基本上它板塊是不會動的 最重要是因為它地球內部的這個岩漿呢 已經冷卻掉了 那地球的內部的我們的岩漿 還是在一直在很熱 還是在活動 所以板塊它會移動 那它會動的時候呢 兩個板塊起壓的時候呢 它就會產生地震 那也會產生火山 所以火山地震 大概都是在同樣一個帶裡面會形成的 然而科學家們望穿秋水 空對的卻是2017全球異常平靜的地殼 前半年除了俄羅斯火山爆發 只有美國黃石公園兩週內近900次地震 最讓人膽戰心境 黃石公園擁有全球最危險的樹座超級火山 地震接連不斷意味著內部能量非常澎湃 而過去200萬年來黃石公園火山竟大噴發過三次 有學者推測 一旦再次爆發 空讓整個美國都被火山會掩埋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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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8月8號 四川九寨溝發生瑞士規模七強震 由於震源深度僅20公里 極潛層 地震當下全程停焰 房屋開裂 焉塵自起 大陸地震專家表示 印度洋板塊過去平均是以每年5公分速度 向北向東 將清康藏高原抬升 而在抬升過程中 高原松軟物質東移 遇上四川盆地較堅硬的剛性物質受到阻擋 就會累積能量 但上半年地震偏少 累積了過多能量 這也使得四川新疆接連強震 九寨溝騷遇重闖 2017年9月8號中午12點多 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州近海 發生瑞士規模8.1強震 30分鐘後 日本雄本也發生規模4.1地震 同月20號 墨西哥再度地牛翻身 巧合的是 日本又再次發生地震 這回連紐西蘭外海 也測得6.1強震 沒過多久 11月13號 伊朗和伊拉克邊界 也發生規模7.3強震 戈斯大利加規模6.5地震 其他還有日本仙台規模5.8 及墨西哥一天內三度火山爆發 地點均全落在太平洋火環帶上 太平洋火環帶在2020年前 恐將進入所謂強震周期 也就是很有機會出現規模9以上強震 台大地質系教授陳文山也說 確實有報告稱 2018全球地震次數將明顯增加 但這僅源自於統計歸納 實際情況還受不少變數影響 因為地球的地底深處 永遠藏著人類難以理解的秘密 但人類卻總以為能單純地蒙受其力 這也是為什麼 斷層帶來的礦物質金屬和水資源 在遠古時代 會有13個人類最重要的古文明 把11座城市建在板塊交界處 如今全球前20大城市中 也有至少10個位在危險的斷層帶 尤其科學家們始終關注 位在加州的聖安地列斯斷層 這也是過去2500萬年來 北美最大的地震斷層帶 就在這道板塊分界處 黃金最早出現在赤熱 且富含礦物質的岩漿裡 後來所有讓加州支付的一切 也被證明多少都和 聖安地列斯斷層有關 無論是相互碰撞板塊 推擠而成加州海岸線上的山脈美景 或者是石油 這個俗稱的黑景 但斷層線從來不只會帶給人類資源 也會索取昂貴代價 有人就曾計算過 每100年襲擊洛杉磯的大地震 都釀成至少2500億美元損失 但聖安地列斯斷層 卻能為加州每年進帳1000億美金 好處與風險根本是40比1的交易 不少專家提醒 加州大地震的周期早就過了 接下來的每一天都不可大意 特別是經歷了相對安靜的2017 年延700多英里 2500萬人緊鄰而居的 聖安地列斯斷層 必將是2018地震火山學者 嚴密關注的熱點 而全球其他斷層帶上的人們 也不能掉以輕心 氣候變遷 已經打破了過去的潛規則 就算一個強震發生 也不代表危機已過 只要累積能量 未釋放完全 未來都仍不排除 會有更大的地震發生 接著我們為大家來回顧一下 在2016年所發生的熊本地震 回顧這場地震的原因是 它的現象跟這次花蓮的地震 非常的類似 第一個它的地震是不斷 連鎖性質的 當時熊本大地震 它的地震的規模 是維持規模7.3 第二個最值得注意的是 這個地震本身 它的斷層是300年不動 這個300年不動 這個數字跟台北附近的 所謂山腳斷層又很接近 所以大家其實要注意 地震不會只發生在花蓮 或者是過去的921大地震 這個地區 它有一天很可能發生在 你認為已經死掉的地震 它的斷層有300年都沒有動 那麼熊本大地震 所以震撼日本人是因為 那一次的斷層是高達300年 都沒有動 而到它一動的時候 就牽動了其他的斷層 所以這次整個花蓮地震 它跟熊本地震非常類似的 第一個就是它本身的是上下的 直下的 就是上上下下的 我們也特別請了台大地質系的 前系主任陳文山 為我們做出相關的解說 熊本県墨城町役場 突然大きな揺れが襲い 電気も消えます 長達一個星期不曾停歇的地震 不但斷橋碎路 還在熊本各地震出一道道 觸目驚心的裂合 今回の地震の震源 斷層がですね この活斷層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が明確になりました かなり大規模なズレが地上に現れています 畑に何本かの亀裂が入っています この亀裂に沿ってカメラを上に振っていきます 熊本市の近くに横たわる 雛具断層帯と二川断層帯 最初の地震は14日午後9時26分 雛具断層帯で発生しました マグニチュードは6.5 この地震をきっかけに地震が頻発します 断層帯が大きくズレ動いたことが原因でした 今度は雛具断層帯に隣接する 二川断層帯の一部がズレ動き マグニチュード7.3の大地震が発生したのです そのエネルギーは最初の地震の16倍 後に一連の地震の本震とされました さらに二川断層帯に沿うように地震が頻発し 被害が拡大していきます 熊本県阿蘇市の阿蘇神社上空です 国の重要文化財の楼門です 屋根が大きく壊れています 柱が剥き出しになって折れています 日本の地震災害地震が雨の上に この地震は白い黄色の この地震は青色が破壊れています これは危险地震が長時間で 断層帯は過去の地震が張りしています この地震を通過 この地震は500年に これが震がっています さらに週末が近く 200年以上が長期なので それは長時間の手が長くとも 數百年能量的累積 加上熊本弟弟 錯綜複雜的斷層 堆疊出難以想像的災情 名古屋大學的護牙史教授 在鎮後第一時間 趕到了測得最大鎮度7的一層艇 這就是這樣揺穿 然後最後捏住了 捏住了 護牙史教授從房屋倒塌的走向判斷 4月14號一層艇底下的斷層 應該是東西方向錯動 斷層上的房屋 也都是東西方向崩裂 活斷層的影響 揺穿時間短 每次都揺穿的 建物一機壞掉 活斷層がずれ動いた痕跡とみられる 段差やひび割れが地表に現れていました GPSのデータから活斷層は30キロ近くにわたって ずれ動い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ます 一時的に阿蘇地方の地震活動は活発になっています 地震の不気味な連鎖は止まりません 16日午前3時ごろ 阿蘇地方で震度5強と6強の地震が相次いで発生 さらに3時間後には大分県中部で震度5弱の地震が発生します この南西側の領域にあるのが 複数の活断層からなるひなぐ断層帯 長さがおよそ81キロで3つの区間に分かれています 3つの区間のうち高野白旗区間とひなぐ区間との境付近でも地震が活発になっていて 昨日の震度5強と震度5弱の地震もこの付近で発生しています 異例ともいえる地震の連鎖 地下では何が起きているのか これによって紫で示した部分に力が加わり 歪みが生まれたと考えられます 紫の部分は双川断層帯にもかかっていました これをきっかけに双川断層帯で本震となるマグニチュード7.3の大地震が発生します この大きなエネルギーはさらに広い範囲に歪みを生じさせました 南麻生村さらには大分県中部にまで達していました こうして地震が連鎖していったと考えられるのです 連鎖的にダウンスロードをまた破壊すると より大きな地震につながる可能性もまだ残されていると この大きなエネルギーは大きな地震につながるようなものです 在地震里头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叫做土地异化 也就是不管你的结构 做得多么的完整 你根本没有结构上的瑕疵 你甚至很可能还是钢骨 但是如果你碰到的你的地基 是土地异化的话 你仍然可能会倒塌 这次花莲的饭店 大家外界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为什么房子倒塌 这个当然交由最后 真正的专家来做一个决策 可是它所地处的是两条溪流的交汇处 原来之前是沼泽地 经过长时间的泥土冲刷 变成了让你以为它是一块土地 但事实上它的下面过去是沼泽 所以它的土地的面积就相当的 它的土地的整个厚度就相当的窄 其实内湖的情况是很类似的 整个所有基隆河沿岸的部分 在日据时代是不准开发 理由就是整个基隆河是从雪山下来 那么它下来的时候又快又急 冲刷下来非常多的土石 所以就形成了两边 看起来是平原的冲刷区域 后来在台北市市长前 黄大中市长时代的时候 同意在这个地方可以盖住大楼 而用堤防的方式把水给挡起来 但是这些土地本身是否足以支撑大楼 这是一个大问题 这也是台湾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人认真讨论的事情 可是之前曾经在那个年代 批评台湾黑金治国的年代 还曾经是一个相当大的重大的辩论重点 那么在台湾这个辩论重点里头 其实有一个最好的参考 就是内湖捷运 内湖捷运最后没有走地下 走地上 当时做出决策的理由就是 它的土地本身过去是慢慢冲刷出来的 怕它的结构不够扎实 所以最后走的是地上 而不是不敢走向新一计划区 或者是说新一路等等 走的是地下的方式 土地的异化本身呢 其实是整个地震里头最可怕的 在宫城海啸 还有过去几次的重要的地震里头 有一个叫普安 它的阵度呢 只有五也出现了土地异化的状况 而导致房屋倒塌 3月11日 震源から数百キロ離れた首都圏に到達した 中央大震災の揺れ 建物や道路を破壊するのと同時に 予想もしなかった事態が起こり始めました 湧き出してくる泥水 这个建物は玄関のドアが半分以上地中に沈んでしまいました 深さは1メートル以上でした 液状化現象です 船のように揺れて見える建物 波打つ道路 地下から噴き出した泥水は あっという間に街を覆い尽くします 今回の液状化の規模は世界最大と言われています 東京湾沿岸だけで 東京ドーム900個分 およそ4200ヘクタールで液状化 沿岸部に加えて内陸部でも その範囲は南北およそ500キロにわたっています 土壤異化指的是在地震等外力作用下 使得原本富含地下水地区的沙土層 因為土石錯位導致地下水瞬間涌出地表 若房屋蓋在富含地下水的地盤上 一旦地盤受到外力震動 研究した研究が揺れによって離れ 地中の水も吹き出しました 当時千葉浦安市全市四分之三的土地 出現土壤異化 房屋損毀24,000余棟 土壤異化破壞了大量地下緩線 光是千葉線震後就有18万湖斷水 強烈地震導致土壤異化並不稀奇 然而令專家費解的是 為何浦安的震度只有5 卻發生大面積的土壤異化 注目したのは地震の揺れの長さです 神戸の揺れは15秒間でした それに対して浦安の揺れは1分間続いていました 裏安で起きた揺れと同じ力を 実験装置の中の砂に加えます 実験結果です 神戸で液状化が起きた15秒では 地盤はほとんど緩んでいません しかし25秒ごろから大きく緩み始め 1分近くで液状化しました 今回の地震の揺れの長さと一致したのです なぜ揺れの長さが液状化につながったのか 揺れが小さいと砂粒の噛み合いはなかなか外れず 短い時間では液状化しません 揺れが長く続くことによって 少しずつ噛み合いが外れ 液状化に至ったのです これまで堤防は地盤の液状化によって沈み込み ある程度の被害が出ることは考えられてきました しかし東日本大震災では 強い揺れが長く続いたため 地盤だけでなく堤防の中まで液状化 大規模な崩壊が起きたと指摘しています 明古大学の野田麗鴻教授 以地震規模6為假設 作出了電脑模擬動画 显示摇晃3分中 堤防内外均會出現土壤異化 堤防潰不成形 津波より早く しかも地震を直後に 一気に水が入ってくる可能性があると まず地震で地盤が液状化 地盤に押し出される形で 護岸は圧迫されます 激しい揺れの影響も加わり崩壊 埋め立て地全体が海側へと大きく動きます その結果 タンクの基礎部分やパイプが破壊されるのです これは三一地震当天 発生在千葉市原市的油草大火 前後整整燒了10天 這也將會是油草底下 萬一發生土壤異化 可能會出現的景象 一つの事業所を補強しても これもあまり効果がない 島全体を補強しないと 隣の事業所から危険物 あるいは高圧ガスが流れ出す 島全体が危険な状態になりますから だから今から準備をしなければ 間に合わないと思いますね 土壤異化不只會出現在沿岸 位於内陸的祁浴縣家居市 也傳出了土壤異化的災情 発生的地点皆位在旧石河川的氾濫區 此外同屬内陸的千葉我孫子市的土壤異化災區 則全是沼澤地填出的新生地 唯有確實記錄下這些災害地點 才是對未來防範的最佳保障 台湾很多地區 也位在土壤異化的敏感地質 北市府曾經委託学者分析 若發生規模5以上的地震 包括涉子島 邢天宮 甚至沿岸宮 列為防災公園的大安森林公園 北半側等10處 都是土壤液化紅色警戒區 我們的地底下有大概四五百公尺 兩三百公尺的泥沙 這個泥沙來講 震波進來的時候它會放大 所以遙望的程度會變大 所以房屋的結果來講很容易受損 如果台北的關渡斷層發生問題的話 關渡那裡固然會有大問題 而真正可怕的是台北盆地裡面 反而那個關渡那個區域不見得 有台北的破壞力大 是這樣嗎 對 因為整個泰沙盆地裡面 高樓大山那麼多 上次我們談過 台北市很多老舊的房子 應該要渡更 應該要渡更 緊急歷史教訓才能夠遠離悲劇 從日本過去的幾次經驗裡頭 今天文獻市這包製作專題 讓大家對地震有更深入的了解 地震除了你未出斷層 你面臨異化的危機之外 另外一個最危險的 一個叫盆地效應 像台北盆地 台中盆地 那麼這叫盆地聚集效應 它會擴大整個地震 所造成的效應之外 另外一個叫做高樓 那麼在當時 三一工程大海效的時候 在大阪當地的最樓高256公尺的 大阪府最高的地方 其實那個地方的地震傳到那裡 震度只有3 可是卻經歷巨大的震盪 而且導致天花板掉落 那麼為什麼高樓 會有這樣的一個效應 我們來看日本方面的一個解釋 2011年的311大地震 離震央770公里的大阪 地表側的震度僅僅只有3 但是樓高256公尺的大阪府 校舟聽射卻經歷巨大震盪 全洞多達360處天花板掉落 或牆壁均裂 從311當天地震紀錄的波形顯示 當時曾出現最大6.5秒的長洲旗 偏偏偏大阪府聽射 所在的大阪府聽射 所在的大阪皮椰底下 是松軟地層 教義傳導長洲旗 地層的震動 恰好與大阪府聽射的震動 周旗一致 於是產生 共振現象 周期は地震の波が 一往復するのにかかる時間です 因為共振311當天 大阪府聽射左右搖晃達3公尺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 全国の地盤の周期を表した地図です 赤が長い周期 青が短い周期で揺れやすい地域を表しています 大阪全域で60メートル以上の高層ビルが どの地盤にあるのか重ね合わせました 建物の周期と地盤の周期が一致することを示すのが 赤いラインです 共振する可能性があるビルは 誤差を含めると およそ30あることが分かりました 2015年12月 日本政府公布檢討報告書 假設日本南海海潮大地震一旦發生 大阪200到300公尺的高樓層 最大摇擺幅度會達到6公尺 東京200到300公尺的高樓層 最大摇擺幅度也會有2到3公尺 634公尺高的東京晴空塔 2012年5月才開幕 在這之前一年 它抵擋住了311地震的震撼教育 不過一般的建築不一定像晴空塔 在建造當時早已構想好 在中央設置新柱 起到類似台北101主移器的功用 既存的大樓又該如何因應強震呢 大阪府校舟廳設 在歷經311洗礼之後 於各樓層加裝300個製政主移器 但是改造費用驚人 高達15億日圓 不過地震震動並不禁然一定都是長周期 揺れの周期が長いほど高い建物が大きく揺れます 一方で揺れの周期が短くなると低い建物が大きく揺れるのです 真實的案例就出現在311地震後的仙台東北大學清夜山校部 83棟大小校舍 其中3棟10樓左右的建築受創最深 四隅の柱が全て壊れ取り壊しが決まっています 地表近くの揺れの記録です 周期ごとに揺れの大きさを解析すると 1秒という短い周期の揺れが際立っています 研究棟の周期も同じく1秒 この周期で共振が起き 10階建て前後の建物だけに被害が集中したのです 100メートル前後の建物が対策が必要になるとなってくると かなりの数の建物が対象になってきますし またマンションのような建物も含まれてくると 100公尺正好是大阪地標通天閣的高度 2014年10月 啟動通天閣抗震工程 秘密武器是這個巨大的方形物体 通天閣装置 本当に重要な部分なんで 心臓部ですよね これはマンションなどのビルが 長周期地震動に見舞われるとどうなるのか 高さ100メートル 30階建て相当のビルを想定した実験です キャスターのついた椅子に座った人形は 部屋の中を大きく移動 部屋の中の物が次々と倒れます 家具などが命を脅かす狂気に変わるのです 日本内閣府最新防災民調 有40.7%的人 將固定家具視為抗震的對策 在不破壞美觀的前提下 日本有建商自主開發 無需鑽動的家具固定裝置 無償提供給住戶使用 同樣身處地震帶的台灣 在強震的危機面前 我們做好準備了嗎 如果相同的地震 一樣的瑞士規模6左右 發生在台北大盆地 這裡會報告了台北市跟新北市 他會發生什麼事情 陳文山教授 台大地質系的前教授 他就說 發生這個事情呢 他的結果就是倒光光 都料料氣料料 為什麼 因為在整個新北市 跟台北市地區呢 都更的速度非常的緩慢 而老房子就是 什麼叫老房子 就是最危險的 就是四層樓到五層樓 現在有很多公寓 其實大多是四層樓 五樓都是家蓋的 這些沒有電梯的 當年1950年1960年 1970年這一段時間 所蓋的很多老公寓 他的鋼筋 他的水泥 他的安全係數 五到二 而這些房子呢 由於台灣的都更 要求百分之百的住戶同意 再加上過去的抗爭 已經沒有什麼人 願意進行都更的工作 非常的緩慢 那麼這些房子的 本身的不都更 最終會造成很可怕的 一個災難 但是都更的過程中 又充滿了各種不同的爭議 老百姓總得在這裡頭 做一項選擇 那麼因此呢 在地震裡頭 其實最可怕的 就是這種上下的地震 而且餘震不斷 這種老房子幾乎 必定回答 マグニチュード7.3の大地震が発生 最初の地震から28時間後のことでした 相次ぐ地震 緊急地震速報も間に合いません 午前3時半 熊本県益城町では消防隊による必死の救出活動が行われていました 日本各地專家都匯集到了熊本 探究這連串的地震為何對熊本帶來如此嚴重的損害 地震在一層艇造成重大傷亡 居民說 因為地震幾乎與緊急地震速報同時到達 連逃命的機會都沒有 原因出在於 這次熊本地震 正是日本學者不斷警告的指甲型地震 日本的地震預警系統當震源在遠方時 能藉由地震監測器 撤得地震波中傳遞最快的P波 可以在地震S波抵達前先行預警 但在直下行地震 P波與S波抵達幾乎沒有時間差 往往使民眾措手不及 這種情況與20年前的板神大地震如出一側 若以地震週期來看 4月14號熊本地震也與1995年板神大地震極其相似 而這個週期對於木造房屋有著致命性的損害 阪神淡路の揺れの周期は1秒程度 東日本大震災では0.5秒以下 震度は同じですが倒れるのは阪神淡路の揺れだけ 週期1秒程度の振動は木造家屋の柱や梁に深刻なダメージを与 東海に至らせる揺れ 總計熊本全線房屋倒塌3400余棟 多數為木造房屋 其中部罰有抵擋住14號6.5地震 卻在16號7.3地震中正層微樓 再也不能住人的老木 愛媛大學生生一郎教授 在仔細查看倒塌房屋結構之後 發現許多青島的房子都有一個共同點 最初の揺れの周期は 特に木造家屋の耐震性を変化させやすいものでした 1回目の揺れによって内部では 柱や梁のつなぎ目が既に緩んでいたとみられます そこに2回目の揺れが襲うと 建物は揺れに強心しやすくなり 一気に東海へと至るのです 揺れています 揺れています 只不過在連續地震後 倒塌的不只是木造老房子 一些建美幾十年的新房子 也沒能幸免遇難 14號6.5地震之後 雄本鎮渡市以上的地震 就超過90回 地震過後 日本召集全國200名 有建築師執照的判定師擔任職工 希望能在最快的時間內 以災民判斷住家安全 尊重も多愛から 東海道出演 大島の鎮渡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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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年的时候日本在1月1号 由地震调查所都会正式的公告 哪些地方是危险地震地带 但是它同时都会附一段声明 就是说还有很多地底下 你所不知道的盲断层 什么叫盲断层呢 台湾的西部非常多的盲断层 因为从中央山脉着水溪冲下来 大甲溪冲下来 那么旁边它有非常多的泥土堆积 但很可能它的下面就是一个断层 可是这是不可能由地质人员 可以找出来的 因为它已经被冲击 上面的泥土已经太厚了 那么像车隆普断层就是一个例子 在我们发生921大地震之前 台湾的地震记录 台湾的地质学家 我们对断层研究的人 根本不知道有车隆普断层 所以在所有的地震 另外还有一个危险 叫做盲断层 就是你不知道断层在什么地方 大震災で初めて明らかになった足元の脅威 予測とは別の場所で大地震が相次い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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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层面就是在这边 这个就是断层面 所以上面这个东西原来是埋得比较深 现在沿着这个断层面整个冲上来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车隆普断层 中央大学 台湾大学 与美日德等国合作 进行车隆普断层深井钻探计划 直探地底下2公里 取出断层带的岩芯 12公分厚的华一带至少划过33次 丑文山教授分析地层错断后证实 921地震使得东側的地层 以逆冲的方式向上抖身2公尺 300年前同一个地点 发生类似921规模的大地震 也就是921地震将来也还会再发生 921这个地震 之前的地震什么时候发生的 我们总共发现过6次 就在921之前有6次 就2000年来有6次 那每一次它有发生的时间 我们把它测定出来以后 我们再去计算 下面下一次是什么时候 所以我们计算的结果 大概是2350年左右 2350年 你我都已不在人世 但在台湾底下 还有32条活动断层 还不包括未知的活断层 而这些断层 每30到50年 就会有高机率 发生如921规模的大地震 谁也不能保证 下一次又会在哪里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那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观看